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西文看点 我是李沐阳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绝对想不到 他支持香港民主抗争的推文 竟然能引起中国舆论场的一次超级喊笑 更让莫雷想不到的是 正在他暗自庆幸朝头渐渐退去的时候 NBA内部起了波澜 先是洛杉矶湖人队的球星詹姆斯 10月14日对媒体批评莫雷 随后他又发推文 跟进说莫雷不考虑后果发推文 让他的球队和联盟度过了艰难的一周 不过他的言论很快招到了批评 NBA内部有不同的声音 随后美国的议员也对他是反唇相机 莫雷触雷所引发的这一系列事情 让人们就不得不认真思考 西方的品牌在中共的这个胁迫之下 所出的尴尬境地 也让人们开始认真地审视 中共是怎么样绑架这个世界的 詹姆斯说莫雷不是不了解情况 就是没受教育 虽然他说有言论自由 但是发推说话做事都要小心 否则会使很多人受到伤害 然后他又推文说 人们需要懂得一条推文或者是一个声明 会对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可是他在这个言论很快招来了反弹 许多网民嘲讽他 说号称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大胆敢言的NBA 觉醒联盟又出了一个假觉醒 败倒在中共的金钱面前 来自土耳其的NBA球员坎特推文说 五年没见过家人 没和他们说过话 父亲被抓去坐牢 兄弟们找不到工作 他说他自己的护照也被吊销了 还有国际逮捕令 家人不能出国 每天也都接到死亡的威胁 还受到攻击和骚扰 而且试图在印尼绑架他 他说自由不无代价 坎特的推文没有明确指到香港 也没有直接对准詹姆斯 但美国之音引述媒体说 这似乎就是在针对着詹姆斯呛声 到了15号下午 这段推文已经有24万多个点赞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 把詹姆斯的这个推文说成是 垃圾一样的东西 他说人们很难接受 并且还质问他 你去过香港吗 去过那里的街道 见过那些抗议者吗 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 斯科特则表示 被中共关押在再教育营的 那些上百万维族人 日子也不好过 为人权和自治而战的香港人 上周的日子更不好过 莫雷没想到 自己因为推文处在了风暴眼 詹姆斯也想不到 自己的言论遭到抨击 詹姆斯批评莫雷 主要就是因为他和球队 甚至整个NBA在中国的巨大利益 可能受损了 这凸显出西方品牌 在中国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中国是一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但如果坚守传统价值的话 你可能会惹恼中共 这是所有想在中国挖金的那些外国公司 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如果触犯了中共 哪怕是无意触犯 就算是美国的顶级时尚品牌 也一样迅速遭遇强烈挫败 莫雷只是发了一张 带有为自由而战和香港人 站在一起这样的字样的图片 尽管他很快就删除了 可是仍然引起连锁反应 中国有多个与NBA合作的商家 暂停了与休斯顿火箭和NBA的业务联系 随后盖普范思哲扣持也感到惊心 纷纷自律 担心一不留神就失去中国 蒂夫尼甚至撤下了5月份拍的一张 捂着右眼展示戒指的照片 只是因为7月份 香港警察射伤了一名抗疫女子的右眼 这就被指责是影射香港 典型的孩子没出生已经有了原罪了 14亿人口这个巨大金矿 对商家的确有着吸引力 但是你想到中国开采金矿的话 你得先讨好中共 因为中共控制着中国的一切 尤其他掌控着宣传机器 可以根据需要精准的宣传 或者封杀屏蔽 众所周知 四个多月的反送中 6月份曾经有过两次超过100万人的大游行 世界都被之震惊 可是这件事情大陆媒体根本不报 网络也看不到任何资讯 到了7月 官媒开始一面倒地污蔑香港人了 把他们描绘成是要独立的暴徒 社交媒体也可以传送一些香港的消息 但是必须对当局有利才行 或者是转发官方的新闻 否则就将遭遇国家暴力 有这么个事 山东烟台的网民巴鲁宁 因为在微信里面发了一些 香港示威者的正面消息 随后就被抓了 玫瑰之音表示 中共只允许发表中共当局的一面之词 中国法律学者 纽约城市大学兼职教授腾彪表示 中国的媒体是中共专制的工具 不仅掩盖真相颠倒黑白的造谣 煽动民族主义 它还传播恐惧 腾彪指出 中共对传播真相挑战谎言的人 就用国家暴力控制 抓起来甚至杀掉 他说没有这种暴力条件 谎言无论重复多少遍 也没有办法成为真理 创作歌手杨阳对纽约时报表示 共产党按一下爱国这个按钮 大家就都跟着反对外国势力 不管是日本还是NBA 也不问为什么 可见中共的这个煽动力是有多大 可是中共这种煽动起来的爱国主义狂潮 他自己不相信 大家知道环球时报记者福国豪 被怀疑是特工在香港就被捉鬼了 于是有人就呼吁说到天安门去集会声援福国豪 中共立刻把福国豪所有相关的消息都删了 并且加强了天安门附近的戒备 中共为了他的政治需要 绑架着全国人发起一波波舆论海啸 一次次爱国抵制运动 这的确会吓住想与中国做生意的人 参议员卢比奥昨天在福克斯撰文指出 很多与中国做生意的人 为了利益都向中共表示忠诚 而中共则是利用这个市场准入 大规模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事实表明中共希望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的经济军事文化强权 大家知道最近在澳洲 媒体注意到昆士兰大学的正规学位课程 却接受了孔子学院的资助 还开设了一个叫了解中国的课程 教的内容是什么呢 都是争议性的话题 而且是只有中共的观点 比如投影中 香港示威者和警方发生的冲突 标题却写着 这是恐怖主义吗 还有详细介绍并且解释 新疆再教育营政策的影片 强调新疆的那些维族人 参与了不少恐怖活动等等 今年7月 昆大的孔子学院主任 还任命了中共驻布里斯班领事馆的 总领事于杰做了兼职教授 这也是第5名中共的外交官 在昆大任职 卢比奥表示 中共利用14亿人口的市场和经济利用 正在威胁着美国 绑架着世界 对此 美国绝不能容忍 必须采取行动 好的 感谢您观众新闻看点 再会